通财金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的密号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 来到你我香味30分钟的一个时间 面对台股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同样如果还不晓得迎接 今年猴年多头行情的 现场空间专线当然是开放者 0255825266 0255825266 在此为你服务30分钟的一个时间 大半15今天最高来到8586 再创破断新高 很明显的多放心的结构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当然是一个大涨格局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表现得相当的亮丽 来看一下 美国盘呢 昨天科技股呢 大涨了131点 到前面大涨了348点 所以 其实我在新春开放盘那天 已经跟你讲过了 台股除了本身结构性 筹码很稳定之外 另外 美国盘 都往上推高 对台股的多方性结构 当然有正面的影响 还记得吗 当时候开放盘 台股开放盘那一天 我们告诉你 美国盗琼 中长红耶 他发动攻击耶 这是一个底部 反转的讯号啦 那发动攻击之后 之前还出现红三冰 很漂亮 漂亮的一个架构在一个双底 这边要右 左脚嘛 这边要右脚啊 右脚出现红三冰 所以我告诉过你 任何的压回 可以站在买帮 如果你对稻穷成分股有兴趣的 还记得吗 这我在 不管是盘中还是盘后节目 都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盘 它是不是在撞破段新高 这种漂亮的一个双底架构 所给你的 是低点你都要进场 就像台湾股市也是一样 台股的大富之音 依然停留在台股身上 那这一套资金只要没有测出 有低点你要跟我站在买帮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策略 不管是开用盘那一天 2月10号在家嘛 当天开盘 大盘跌了109点左右嘛 跌下来买啊 上礼拜三黑鸡帮跌了50点 还是可以买啊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逻辑 只是同样你会不会这样做 会这样做 你还要抓住 肋骨轮动轮掌的一个结构啊 因为多方性的结构就是这样啊 这一档涨完之后换另外一档 它不会一起涨啊 因为市场上的资金既然是一套 它就一定是 这个族群做完再换另外一个族群 或是这一档做完再换一档嘛 这我已经告诉你很长一段时间 目前台股的一个现况 以及你要看清楚的一个策略面嘛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 待会人操作 一档做完再换一档啊 会人资金是有限的 就是一套啊 不管你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 我都认为你就是这么一套资金 既然是有限的资金 我们对会人资金就是两三档嘛 一定出掉旧的才会进心的 会人做股票 两三支就很多啊 如果会人做股票 每天都给你两三支都不一样的 一个星期就十几千万了啦 你没办法照顾你持股 所以当然我对于 就是目前来看 新金的会员还是有这个毛病 大家都是 投资的 传进来一个持股党数 大部分都有十几档 二十几档啊 还有甚至超过五十档的 这个都不是投资 知道 资金要用到刀口上 你绝对不能分散你一个资金啊 你这几百万几千万资金 你怎么可能买到二三十档 二三十档 你光是照顾你的持股 你每天光是要看 你的股票的一个量价筹码形态 你就看得没啥啥啊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 满手都是套牢股票 因为你都不会卖 简单来讲就是 大部分投资金要都是不会卖股票 不管赚钱不小的停利 还是赔钱不小的停损嘛 到头来都是套牢 因为贪几档 有时候买到水水 买到财财嘛 上去了该停利不停利 结果又下来 变套牢 就不想出了嘛 我贪钱都没买啊 了解怎么会购买 你是不是怎么这样做 该停损的股票 赔钱了也不肯停损嘛 所以为什么满手都是套牢股 因为你们都不喜欢卖股票 你们也可以说是都不会卖股票嘛 所以手中的持股 都是套牢的啊 越套越多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毛病 很多人都一致在重犯 重犯这样一个错误嘛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让 令人可以说是痛心的一个地方啦 因为有时候这盘 其实没办法做嘛 你自己看 从76 27 到今天85 86嘛 涨了900多点啊 那这个涨势 如果就一个大凡十足概念 真的是很好贪的啦 但为什么 有些同票你还是没办法赚到钱 而且是没办法赚到一个大破端利润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你不会卖股票啊 就像这一档至今嘛 或许 这档至今其实我介绍很久了 从去年度 11月2月份 我们就开始操作了 那2月15号的一个至今 我们送给慧能新春第一炮 就是 这档 电子生技双提材的一个机油股嘛 当天买还攻掌停耶 介绍了很久的一档 电子生技双提材结股 我相信同媒你也看到了 那这档股票 你也没有办法赚到五成嘛 我们光是这一趟就五成耶 怎么带进怎么带出的 你自己看下去 所以2月15号 当时候大盘数 比开盘跌了109点啊 买资金啊 就要买这支啊 对 形态上的一个突破嘛 领先大盘创高的强势机油股啊 我买在129 这个讯息的一个时间跟价位 同时我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我们待会买进的价位就在129嘛 买完之后 工涨停 接下来隔天 大涨8.5% 继续涨5.8% 19号 在工涨停 上礼拜 在工涨停 上礼拜涨了8.5%嘛 那来到上礼拜的191的一个至今 我告诉你我们花了 大概129万的成本买个10张哦 可以赚60万啊 才7个交易日而已啊 无成 落贷 所以我告诉你下一档请跟上啊 所以整个操作 该怎么进 该怎么出 我们这边会给你清楚的一个答案 对 上礼拜的至今 管理过大 所以186卖啊 186我就站在卖帮了啊 这一段是最好赚 129进的 186卖的嘛 这样一进一出 只要买个10张 换你129万的成本 创造利润57万啊 这个讯息 我们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不管是买进的价位 还是卖出的价位 保证一定成交 好不好 所以我们把最好赚的这一段的资金赚到啦 对 129买的嘛 186卖的嘛 是不是最好赚 1234567 七个交易日 赚5成我落贷啊 全程公开 1357万嘛 所以最好赚的这一段赚完之后 接下来呢 你的一个资金呢 可以挪用到下一档 具有跟资金一样 破断实力的基金股股身上嘛 这是我的动作啊 对吧 做高票 你看 这段 先把它赚下来嘛 那 你看一下 我们资金卖掉了之后 其实它也没什么跌啊 为什么我卖掉的股票 不一定会跌 搞不好还有机会再做高 为什么 因为我选的股票基本面很强 市场上认同度相当的高 只是说我的一个操作 哲学 最好赚的这一段 至少我们赚到 大概五成嘛 对啊 接下来它怎么走 我就不用太刻意的说 一定要做那些价差 只是说这样的资金运用 是为了把多头行情 花费的淋漓尽致嘛 哎 你自己看 7天的时间赚5成 这是不是最好赚一段 没有错吧 那既然五成赚到之后 那下一档在哪里 我不是告诉你 累股会轮动轮涨吗 上礼拜二 资金卖掉嘛 卖掉之后 告诉你 告诉你 下一档啊 下一档在哪里 下一档不是这档日游吗 是不是 上礼拜二啊 2月23号啊 跟我们 2月23号最近卖掉的 日期同一天啊 所以这种 衔接性 这种 操盘的节奏性 同样我希望你跟着 盘中讯息一起来动作 你会比较安全 你会比较可靠 会不会得到一个 稳定报酬率 你跟上来你就知道 所以上礼拜二日游 跟2月15号 执行一样啊 现买现涨停 因为基本面很漂亮啊 成长了30%嘛 一月营收 供给量都出来了啊 所以上礼拜二日游 买在140 买完之后 当天一样可以亮灯 145.5嘛 那隔天 来到149 我说关键时刻即将来临 他准备挑战152嘛 接下来151 你前波高 152只差一块钱 所以他只是暂时停住了嘛 暂时停住之后 该来行情还是会来 上礼拜我就过了 前波高点152嘛 最高154啊 创高啊 昨天礼拜二 来到156嘛 每一位会员 以及观众都赚钱 因为他股价156是历史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选的标的 市场上很多人喜欢追 但是我说亲爱的观众 你既然是我忠实的一个粉丝 忠实的一个收看者 我不希望你买我的股票是受伤的 所以我一再奉劝你们 不要去过度追高我的股票 涨了一大段你才知道它好 你喜欢那套就急 所以整一个操作日游 昨天礼拜二嘛 创新高你才去追你会套啊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 下一档请跟上 昨天我提醒你不要去追了 我已经告诉你 下一档了嘛 是不是 昨天的一个日游 如果你去追 今天的一个结果呢 你就会套嘛 虽然今天大盘事务长啊 今天他就没去啊 但是 没有错吧 所以怎么一个操作 赚完每一档股票的一个行情 我们这会儿会给你清楚的一个答案嘛 所以 不要担心没有股票可以做 多多行情会累股人动能涨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这我目前给你会能操作建议啊 所以 至今赚完 换日游啊 日游到昨天礼拜二 我都下一档啊 昨天日游156 你就不要去追了嘛 你干嘛去追 我已经告诉你下一档 我已经准备好了啊 下一档是哪一档 昨天3月1号礼拜二 就是文帽嘛 复制至今日游的模式 昨天文帽 现买现工长亭 因为它基本面很漂亮 一月营收创力也新高 很棒的一档强势性的肌肉股嘛 有基本面又出现新天亮 昨天文帽 56块半我认为没有成交 因为当时的一个 56块半的一个成交账数不多啦 所以我赶快 告诉会员 改市价买 9点42分的文帽啊 没买到的改市价买进 当时价位在57.1 好不好 你自己看一下 9点42分 如果你是我会员 文帽 第一通 9点38分 56块半 你没有买到 没关系啊 经过四分钟 我告诉你文帽 没买到的改市价买 9点43分 当时股价57.1嘛 好不好 市价买 保证一定成交啊 就是用外盘价买的意思啊 所以呢 昨天的文帽 57.1 很好买 买了之后呢 一样可以说涨停啊 现买现涨停嘛 这你看到我们对 目前台股 还蛮好赚的一个行情 所掌握住 类股轮动轮涨的 性的一个结构 所带给会员的一个利润 陈述效果 要怎么达到 要怎么达到 一定是一档赚完 再换一档嘛 我怎么带进 怎么带错 这样还不清楚嘛 这是你看到的一个现象嘛 所以今天的文帽 表现也还不错啊 至少它持续性的走高嘛 因为昨天出现新天亮 怎么样 昨天如果你有卖文帽的 当然你赚钱啊 因为它来到波段新高啊 只是说你卖掉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新天亮 代表 更有利的人士 在昨天文帽 大家都想卖的同时 全部的把从哪 从哪吸纳走了嘛 才会造成股价 产生一个 往上走高的一个新天亮 所以今天的文帽 当然还有高点 来到62.3嘛 再创破端新高 这是你看到 我们的一个操板节奏性啊 所以 这行情好不好操作 选择多方性的标的 对你来讲 非常的OK 只是说 一千多档股票里面 你知道哪一档股票 基本上比较强吗 哪一档股票的一个筹划 比较稳定吗 哪一档股票 未来比较就有成长性吗 像这一档文帽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功率放大器的嘛 跟手机有关系啊 其实之前台股 从高点下跌到7627啊 这档文帽有没有跌 它都没有跌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叫强势股 强势股你只能做都不可以放空 所以我不晓得 为什么有人喜欢去放空这种强势股 你喜欢跟趋势对坐 你得到的就是一个负报酬啊 但是我们顺从趋势做多 得到的是一个正报酬啊 所以现在的行情 对很多同学来讲 当然啦 涨了900点的台股 一定有人说 怕怕嘛 因为涨了900点嘛 怕怕是没中顶嘛 我们台股就这句话嘛 你越怕 他就越会去嘛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行情既然 台股的本身筹码面 还是很安定 既然它的量价还没有失控 不要预设任何高点跟立场 相关的一个强势性个股 只要有低点 我会带你上车 我会带你卡位 这我今天在台股 来到破断新高的同时 所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如果你还有问题 需要有帮忙的地方 等一下再接听你们的空音电话 谢谢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用五分出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出 五分出 好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登记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账专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作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折掘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问到节目的现场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桃苗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你不晓得如何布局什么股票 有疑难杂症的现场的空间专线当然是开放之后 025-825-266 025-825-266 再次为你服务大概剩不到12分钟的时间 有问题自己卡在外 大盘当然是一个多方性结构 看图说故事 今天涨到85-86 涨了900多点 这叫涨势吧 这应该很简单吧 这叫涨势吧 既然涨势当然要做多啊 不要随便的去轻易放通 排股是一个潜跌性的一个市场 那目前的资金大概都不到1000亿 那不到1000亿的这些一套资金 他买什么股票 他一定买强势股 他不会去买弱势股啊 这是我一再告诉同学一件事情 你要懂得买强不买弱 你要懂得太弱留强 手中你那些没有卖掉的股票 如果你不晓如何处理的 欢迎你来找我 庆龙老师来帮你分忧解劳 我来帮你代劳比较快 否则你每天大看 不敢买你就是不敢买嘛 不敢出你就是不敢出嘛 结果反手就套牢股票 那强势股呢 没有资金卡位 因为你都套牢在股票身上啊 所以这种转换的动作 就像我目前在带领会的一个操盘节奏性一样 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这样的资金才会越滚越大 而不是套牢股票不处理 对 不懂的停利 不懂的停损 满手 都是套牢的支股 对你来讲会产生一个重伤害 这我今天还是要提醒同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常常犯这样的毛病 高票都不够买 不够买 你就会产生三百多块钱一个伤害嘛 浩鼎这次的一个解盲没有通过嘛 这样下来三百多块钱 一张三十万买个十张三百多万不见了 所以会不会卖股票是不是差很多 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整个目前的一个浩鼎解盲未过关 对新药类股当然会造成短线的一个冲击 但是物极必反 危机就是转机 当浩鼎解盲没有过关的情况之下 有些资金当然会从这些新药股测出 那它会转进到什么个股身上 或许是长召医疗的 或是医财类股的 或是一些新药个股 它的一个新药已经得到认证授权 已经开始拿到权利金的 你要懂得这个市场上一套资金 它的轮动轮涨的一个走向嘛 我希望你要跟上来 好不好 我希望你要跟上来 因为青龙老师不仅会待会卖股票 更会待会卖股票 12月21号的事情 以障碍心耀的事情 这边都赚钱 这一趟65块钱 这一趟87块钱 12月21号这一趟赚最少 但是卖的最漂亮 12月21号的事情 当做最高2671提醒你要卖 如果你不卖 接下来是一大段 最低跌到198 差到快70块钱 所以如果你是会卖股票的投资者 重置台股 有时候会大幅度的修正 你只要会卖 你是容易全身而退 而不是长期在套牢当中 所以呢 只要你的动作够犀利 你是会选择八档的 我相信你不容易在台股市场 产生一个重伤害 所以对于智勤这趟股票 我们12月21号告诉你267 卖啊 你如果没有跟着卖 下来这个一大段 将近70块钱不见了 所以就是因为高点有卖 下来变便宜了 所以可以轻松的做低接接回的动作嘛 当中可以买在210了 打下来 1月20号 212哦 还是可以低接哦 是不是 所以每次的低档 自行来到一个可以成绩的位置 我们会提醒你 很好的操作面 我不是一档股票 涨多了 才吉利的鼓吹 告诉同朋友赶快去追 赶快去帮文汇做台交 不需要 我看的是一个趋势 一档股票 不管是它的基本命 还是技术命 会往上的 我们会带会买 涨多的 你当然不要去追啊 追了你容易套嘛 就像昨天的日游啊 涨到156 我有告诉你去追吗 我不是告诉你 跟下一档 好不好 好不好 把我盘中讯息 同步来带到 对你来讲 风险比较低 利润 你一定看得到 而且也会赚得到 因为我带进 也会带出啊 所以1月3号自行 把握低接 212可以买啊 对 上礼拜 号鼎的一个风暴 自行 我告诉你 注意转折买点啊 当中最低210 最低210啊 为什么我 看好自行 你这样还得个新料 他已经拿到全力清了 光是这个全力清 有机会让自行赚好几股本啊 他不像浩鼎 没有拿到 所谓的一个认证授权 因为解盲没有过关 怎么拿到认证授权 差就差在这啊 那自行 那自行 移障癌 已经拿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认证 授权 各国都要用他的一个移障癌新料嘛 所以目前的一个自行 他每整理移障癌的一个新料 一剂哦 大概是1620美金啊 换算台币是大概 5万块钱的美金啊 那你得到 移障癌的这些患者 一次疗程大概四个月 大概要达24剂 相当于120万一个台币 那这种癌症也不可能 一个疗程就结束嘛 所以换算一下自行 你的投报率大概88倍 大概88倍 所以对于自行 上礼拜五嘛 达到210 你们看到我特别写的这个数字 5天啊 注意一下转折买一点啊 转折买一点浮现 我会待会儿买 所以上礼拜五的一个自行 整理5天有止跌迹象 再停满价212以下就可以买进 当初股价在211.5 同时对时对价 买在212附近 这上礼拜五 我们看到它一个 不错的一个记录点 我们待会儿上车 今天表现还OK啦 不会太差 今天217 219嘛 至少它有往上堆高啊 至少你跟我操作自行的 你没有受伤吧 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 低档买点 自行你不会受伤 但是如果你是随便的 去参与 耗鼎的解盲过程 你所看到是不确定因素 所带给你重伤害 300块钱不见了 所以对现在的行情 其实不难 多头行情 遍地都是黄金 好不好 你看一下这档光环 我们在2月17号 告诉你基本面成长100%的光环 形态突破买了现买现赚 2月17号光环买在88.6 买完之后当天收90块半 隔天18号涨了7.7% 光是这两天就赚了10%嘛 那19号我告诉你它很强 既然很强 我在上礼拜五 到上个礼拜五它是很想整理 我告诉你没卖 因为筹码还是很漂亮 所以买在相对低档 上去赚了10% 很想整理不卖 原因在筹码还是很漂亮 所以到上个礼拜五的光环 我还没有卖 那今天光环 涨完有没有大涨 涨到103.5 今天光环有财报力多 你认为我看到财报力多 我还会告诉人家去买吗 今天我随便卖 随便赚 在上礼拜五的光环的分析 我已经告诉你 很想整理没卖 今天大涨来到 波段新高的光环 你就不要去追了 你就跟我站在卖帮 因为今天光环卖掉之心 我们准备买进下一档 具有88力成长性脊股股 如果你有兴趣的 欢迎你跟上我的脚步 明天同一天再位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较投资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迎来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老师